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能够有富有的心灵 画面中的这一位 他因为中风之后 双眼视力受损 靠着领残障津贴 一个月4000块钱过生活 可是他愿意每天少吃一餐饭 响应八分饱 把剩下来的两分用来帮助别人 他的心灵风光自然是再富有不过 我现在目前 就是眼睛这样只能看到中间这部分而已 不过我经过视窗 我看出去比较大 15年前中风 洪顺八从此视野缺损 拍照用的相机 进成了他的第三只眼 我会把它当作我第三只眼 因为他利用这一只眼 可以去收取到一些比较美好的画面 看那个视窗的时候 我的心情一直就打开了 相机随时戴身边 就连前往仿石各案都带着 只为了这一刻 请车车 宋上记录着欢喜瞬间的照片 对方的笑容是最好的回馈 宏顺发回响年轻时 他用不把手段抢业姬当主管 38岁的那场大病 却让偏离正轨的人生 出现转机 过去花钱如流水 现在的他 却因眼疾无法工作 领残障津贴度日 一个月四千的津贴 还要付房租 每个铜板可能都关系着生活温饱 因此才珍贵 这家也要一块 比以前的一千更大 有时候现在的钱真的要是钱 正因身处困境 才能体会弱势者的苦 现在的他做全职志工 生活简约 多年来他中午不吃饭 午餐前全部存下来 点滴累积 一年就能捐出两个竹筒 因为他总是会想起一把米助人的故事 他每天搬下去后 要煮的时候 之前 想到打批 还要捐一批 还要捐一批 我当时就觉得 这个和我真的很相同 他说的就是 2008年的缅甸风灾 当时慈济志工前往发送稻种 当地农民满心感谢 于是每餐煮饭之前 先装一把米存在米铺满 日存一把米即便贫困也能不失行善 多年来慈济志工在缅甸的关怀不曾中断 响应米铺满的农民也越来越多 这把感恩的米 更洒播到马来西亚的土地上 冰城幼儿园里的孩子 把奶瓶当成米铺满 一天存一把米 传达出他们单纯又温暖的心念 这正如同台湾每年岁末 照顾户总是会热情参与主统回娘家的活动 清亮的声响 全是他们平时累积的心意 不论是主统还是米铺满 存的都是一股希望 经由手心向下 把这份心流转到世界各地 让更多贫困的人有所依靠 不再彷徨